年代旅遊丟包事件持續發酵 如今遭到觀光署撤照 負責任林大軍五年內不能再開旅行社 因為年代旅遊被踢出平保協會之後 沒有在期限之內繳納剩餘的135萬元保證金 5號遭到觀光署撤照收攤 林大軍五年內不能再經營旅行社 就算改名換姓也不行 我們的整個從業人員的一個管控來講的話 還是會以他的身份證字號 當然這個部分你在五年內確定 他就是不得經營旅行業務 致地年代旅遊負責人林大軍至今一樣是沒有回應 不過觀光署則是表示有收到林大軍的關切 他本人也窒息被撤照的狀況 不過按照觀光署的處分 林大軍五年內不得再經營旅行社 平保協會也擔憂五年的限期一到 林大軍會不會再捲土重來 我會推動修改章程 針對類似這樣有具體的 具體的我們可能 就是讓他一輩子要離開旅行業 針對年代旅遊 平保協會已經收到大約800人的申訴 出估總計恐怕需要賠償大約2000萬元 一旦年代旅遊遭到撤照 後續就能啟動旅遊保證保險 不過旅客出遊被丟包 如何防範類似狀況再發生 觀光署也提出配套 經營的部分如果有發生 被保證金被法院或者是行政執行署扣押 或者是強制執行的話 那觀光署的這邊會立即派員 前往去進行他的經營業務的一個檢查 旅行社的收據或是你刷卡 團費的刷卡的證明一定要留下來 就怕類似案件一再發生 民眾跟團出遊 除了可以搜尋口碑良好的旅行社 交易單據也都要留好 才不會秋場無門 歡迎宣傳宋君 邱子玲 台北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環宇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只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